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流量小声泛滥的今天,肖战也是其中之一,但他带来的却是正能量。 在如金主打先观颜值,后看实力的年代,颜值成为了一个艺人能爆红的先决条件。 而随后能否持续保持高流量,就得靠实力来支撑。 其实像这样颜值和实力并存的明星有许多。 像胡歌、彭于燕,不仅能掳获女生的芳心,更是能让男性敬佩不已。 而今天说的这位艺人,也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,他当然就是肖战了。 肖战的唱功始终在进步,未来可期。 从设计师转型到歌手,再进入演艺界,肖战没有专业地学习过唱歌。 全凭自身地努力去争取每个阶段的成就。 早期肖战以肃人身份经过层层选拔。 最终参加了2015年的燃烧八少年,最终虽惜败于李宇春战队。 但随之也开始溅入观众的视线,一手流星与印象尤为深刻。 那个时候的他,彰显着青春活力,但唱歌还比较青涩。 干净的笑容,能治愈人心。 他的表情包很多都是笑容,那种笑,很纯粹,就像是未经事事的小孩子一样,暖人心扉。 尽管火了,但仍能保持谦卑的姿态去请教前辈,懂礼貌。 在这样鱼龙混杂的娱乐圈里,能坚持自我,不随波逐流,是很难得的一股清流。 你是怎么尚喜欢肖战的呢?